一二三 以猶如黄金般闪耀的九分三层灯火座背景 金融市展牛昌开心的与大家一起在望海巷跨海景观桥上自拍打卡 一 望海巷跨海景观桥正式启动 在点灯仪式中 这座横跨望海巷渔港的景观桥正式启用 成为串联金融市与新北市间的东北角海岸线观光廊带重要节点 景观桥是全台湾最漂亮的景观桥 而且它的一个设计非常的有巧思 你走到桥上其实可以有不同的风景的一个变化 包括可以看到我们的朝靖湾 可以看到最漂亮的基隆山还有九份的夜景 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一定我相信晚上一定满满的都是人 而且我猜情侣会居多 那刚刚走上来其实非常的舒服 海风吹来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惬意 所以这个来这边不只是网红打卡 而且还有实质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可以把水晶九的一个观光线 东北角的一个观光线 从这个水南洞九份到这个深澳支县 一直到我们望海向的这个景观桥 一直接到朝靖公园海科馆 我想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光的一个狼带 也是因为金融市政府有这样的巧思跟规划 才能把这个环境弄得非常好 那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附近看不到什么电线感 天气线非常漂亮 那也是市场有特别指示我跟台电来协商 周遭的部分把它定感地下滑 那这过程当中 我也要感谢张华湾张议员 也有帮忙开过很多次的协调位 让这个桥成为北海岸最漂亮的一条景观桥 最有无敌山海美景的望海向景观桥 也是推动地方渔港再生的契机 我们的望海向的渔港 那之后还有许多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跟渔民来合作 创造渔村的一个再生 世界级的景观让到访的游客 纷纷拿起相机及手机拍照 直呼美呆了 海上很漂亮 对就是吹那个海风 然后它整个就是会跟它那个景色 会合在一起的感觉 蛮凉快的 视野不错啊 可以看到九分 以钢构为主体 加上清水膜结构及视觉穿透的栏杆设计 全舱168公尺的望海向景观桥 在抵御海边强势风势与配合渔船进出高度下 新建难度博高 乔森看起来像生锈般 其实却是一种特殊材质耐厚钢 是特别特异的设计 所以你看到它的色彩其实是非常的自然 就是故意让它锈 它的材料在外面的表层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它不需要油漆也不需要去维修 所以未来的维护维修的一个成本是非常的低 这个也已经在我们世界上很多的大都会 包括像在台北新北或者其他的大都市 其实这样的材料用的很多 金融市政府还与新北市方面合作 民众在桥上拍照打卡 可获得临近的生涯支线铁道自行车 与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半价等优惠 我们也跟新北市 我也跟侯市长这边来合作 那未来到这个景观桥上面来打卡 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八斗址的这个深奥线 大家喜欢在那边骑这个脚踏车 听说是有半价的一个优惠 那另外是这个在这边打卡之后 到我们旁边的这个海客馆 来这一个路馆的话 票价也有半价的一个优惠 包含这座跨海景观桥在内的 汪海向海湾串联计划 还荣获2021年国家卓越建设奖金纸奖肯定 在友善人情空间并连结基隆新北 滨海环台自行车道下 预估一年可吸引20万人士的游客到访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